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课新闻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抢仓赶货潮 航运股大力多来了 上海启动第一批重点企业复工白名单 台积电、日月光、台光电、电影、男子电等台厂皆入列 企业带压力测试后即可复工生产 专家表示或为航运渴望受惠上海复工极丹利多 进一步颓升运价 因封城压抑的铁矿砂等原物料需求 也对散装航运带来激励效应 包括域名、辉昂KY等都可以留意哦 市场认为中国大陆五一长价前后 本是空运小旺季 预料上海等地解封后 渴望上演一波抢舱潮 在抢舱赶货带动下 航空货运有机会再度量价齐扬 海韵市场也会同步受惠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哦 分享值得新闻给大家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 大家晚安 咕咕咕咕奶